朋友们好 我们昨天来这边挖螃蟹 没有挖完 我们挖一半就走了 今天把剩下的那地方再去走 马上走 看到这堆土往外面刨了没有 先干一只大的热热身 这个是原来别人我估计挖了两下 没敢挖的 很刺激这种洞 土是粘铲子的 难怪别人会捕挖 你看 忘记介绍场地了 大家看到这上面没有 这个是养殖铲 有来养螃蟹的 有来党螃蟹 我给它往外爬的 所以这里拆迁了 我们能在这里 光明正大的挖 amento 银子 我可以用到这事情 地坑 但是看到没有 可能就让它转糕了 但是看不出来球 变得转糕了 你怎么会变得 你看看不出来还挺变态 挖不动 上踢山了 太冷了 今天应该37度 38度 完了 摄影废了一个 你来吧 我搞不动了 挖深一点 我以后就给你埋在这里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 勾一下哈 长不过去的 来了哈 我的天 这个洞子很困难 早知道一只就这么大 我绝对不会挖了 最多6两半斤多吧 太困难了 感觉半斤都没有了 洗洗缩水很正常的嘛 哈哈哈哈 洗洗就缩水 纯棉螃蟹 哈哈 纯棉不是应该吸水吗 哈哈 洗洗缩水了 哇 意外惊喜啊 哎 我怪不得你说 刚刚说钩子不大像 哎 意外惊喜啊 我在收拾东西 他还有一只往外爬 那一只呢 那只 这只公蟹 这只母蟹 嘿嘿 我都已经收东西 准备走了 嘿嘿嘿 白剪 爽啊 如果我们走得快的话 这只又不见了 哈哈 这里因为在拆 所以我们是不舔动的 这一只比挖到一斤的那种还开心 哈哈 因为是意外 又有货 又上货了 哎 要抓就抓这种简简单单的 用手都不用铲子就能挖 哎呦 应该就在这附近 想太多了 都往那边走 徒手掏 好 别玩啊 海水都长进来了 塞不出来 这小螃蟹爱玩 手伸过去它就爱夹 挖螃蟹的时候其实并不怕打螃蟹 越大的螃蟹它越笨 它的反应出招的速度慢 小螃蟹出招的速度是大螃蟹的 应该三倍左右 来了来了来了 大螃蟹 下螃蟹 这是不是比我 比我刚才那个 挖了三个小时那个简单多了 我感觉这个要大 还要大一点是吧 又简单螃蟹又大 哎 照念 有货啊 痕迹特别明显 相机看不到里面 挖鸡 来不来 两包花子 要啥挖鸡嘛 挖鸡挖出来的绝对不香 信不信 有你这个神功挖掘鸡子 有些人比较好奇 为什么你们这天天挖鸡在挖它 关键这里还真是天天都在挖它 几千亩 五千五百多亩 从去年夏天 没到夏天 去年春天挖到现代 还有几千亩 都在拆 这么快洞里就出水了 哇 它这里是变爆了 变快响 不夸买 好难搞 还有编织带 不夸买 春沙子 有几千亩 有好几个小伙伴 可能是放了暑假的 想过来体验当工具人 其实我就比较矛盾 到底约不约他们来 约 又怕他们到了岸边 不想不想下去了 这也比较尴尬 或者是下来走两步之后 他要回家了 哈哈 哈哈 哦 到 摸到了 到了 来了 哎呀 应该个七八两八两吧 还可以啊 没挖盔 对得起这么大一个洞 哦呦 只差半毫米 没夹到 那摇又啥 我先叫一下不行啊 哈哈哈哈 我也怕疼啊 这个螃蟹不可以 掰都掰不掉 三两吧 这个钳子加起来四两 哎 还行吧 臭盒子了 中午的不抓了回去了 会死人 这擦喝了一点都不绝可 三三收获吧 也不多也不多 哎呀 吃不完了 吃不完了 我们开头抓的小的 后面抓的全是大的 拿吃点 视频到这里了 拜拜 下次见